朋友你好,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看大夕阳日落,聊我们的故事 喜欢我们频道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非常感谢 这个呢,是碎片记忆频道前期的开场白 后来呢,有网友说这样的开场白很没意思 也有网友说,在YouTube没必要这样搞 想订阅和点赞的人自然会订阅和点赞 听了几位网友这样说呢,搞得我们也很不好意思 所以啊,在后来的视频里呢,就把这一段给掐掉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哈 反正结果呢,是点赞订阅和点击率是逐日的下降 后来呢,有网友就说了,你得要求订阅和点赞 因为点赞了才能推荐的更多 推荐的多了,点击率才能上去 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同时呢,还能更大程度的减低黄标的概率 也是因为最近黄标太多 在昨天的视频里呢,咱们又对网友提了这个要求 要求点赞,要求订阅 果然,点赞订阅和点击率都有明显的灰声 在此呢,向热心关注我们的网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视频呢,是我们播放列表里面 徐州风县八海铁链女记录的第十个视频 咱们言归正传 昨天的视频里,咱们从时间线上 梳理了风县事件的全过程 在今天的视频里呢,咱们重点列举 风县事件中那些典型的违背常理之处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些违背常理的地方 如果后续不能给出合理化的解释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提出合理的质疑 要求彻查背后的妖艺 一,封县调查组于1月30日发布的第二号通告指出 早在2020年11月 该县相关部门就将铁链女的DNA信息 陆入了全国公安机关 寻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 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 这段信息的诡异之处在于 在2020年11月 铁链女事件根本就没有发作 在当时铁链女陆陆续续生了很多个孩子 都正常办理了出生证上了户口 铁链女当时的户籍属于当地人 并没有被定义为被拐卖或者走失人口 也因此在封信的第一次答复新闻记者 以及第一号通告里 军明确指出铁链女事该县欢口证人 所以在2020年 该县将其DNA信息上传到了数据库里的起因 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做一件在当时来说 根本就没有必要的事情 是为了预防什么可能的事情吗 这一段被封县当地卫捕先知 提前录入的DNA信息 后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根据财新媒体2月17日晚的报道 说铁链女占实身份最大的怀疑对象 李盈 其生母放弃对铁链女占相的追寻 原因就在于使用了其生母DNA 与数据库的铁链女DNA信息进行了对比 比对结果为不服 而这种比对恰恰就是第二个诡异之处 铁链女与李盈母两个活生生的人 明明可以面对面的直接提取DNA样本进行比对 这种样本提取方式也是绝大多数 亲子鉴定机构非常坚持的方式 毕竟唯有面对面的取样本 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样本被中途替换的可能性 然而在这里却出现了一名活人的DNA信息 与一份在一年多以前就未不先知 存进数据库里的数据信息进行比对的诡异场景 当然铁链女最终是不是李盈 在这方面任何人都无需有执念 我们尽可能的找出她的真实身份就好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的解释就是 在一年多前的2020年11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触发了当地铁链女的DNA信息被陆入系统的冲动 这个不合常理之处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才能确定要不然采集和鉴定的过程是否严谨 陆入结果是否有误 第二为什么一直不让铁链女出来说话 封县事件发作之后 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不是让她接受采访 向大众表明自己的身份 而是迅速宣布她有精神分裂症并有暴力倾向 然后将其关入精神病院 这件事完全不符合常理 诡异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条 要知道精神分裂症并不是痴呆 精神分裂症的六大种类是偏执型 青穿型 紧张型 单穿型 未繁化型和残留型 都不是24小时持续发病的状态 也绝不会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暴力症状 甚至暴力症状都不算是这六类中的任何一类的典型症状 在徐州当地网红随机夫妻家庭拍摄的多组视频中 铁链女始终具有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表情自控能力 可以在身边没有其他家属的时候 与陌生人交流 并能够与陌生人进行正常的衍生对视 能凭整自己的衣物和整理袖口 可以独立行走 这一切都表明铁链女依然具备与社会进行交流的能力 无论她这方面的能力是强还是弱 在现代的手机时代开个直播 让铁链女在医生的协助之下 向大家讲讲自己是谁 这不就完全消解了大众的质疑情绪吗 就算她在直播里与无伦次胡说八道 也没关系啊 我们只会再次感受到她受过的苦楚 会更加的同情她 并不会给案件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一次直播效果不好 可以多次直播啊 每天直播散会 医生查房的时候直播就打开直播 让我们看到铁链女在干什么 在说什么精神状态是不是好转了 这种坦然的应对方式就比什么都藏着掖着 让铁链女完全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外 让大家情不自禁的往阴谋论方向猜测要好得多 当然了 直播可以在央视摆拍一段录像 那就算了 无论录像的内容是什么 都只会引起更加猛烈的质疑 第三 徐州方面2月7日确认铁链女为小花梅后 为什么始终不邀请其亲人与其团聚呢 根据近期大量云南本地人士赴亚古村实地探访结果 小花梅的舅舅舅妈大姨堂弟均在世 其同母义父的妹妹虽然远嫁 这些亲属都明确表达了想去见见小花梅的愿望 但徐州方面从未再次联络他们与亲人会面 为什么呢 还是第二条 铁链女并非完全丧失社会交流能力 她的身份确认后 安排其再世亲属与其会面是必须的刻不容缓的事情 徐州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是漫不经信 诡异到完全无法让人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不能解释 是不是就说明其实徐州方面心里根本就没底 也不确定铁链女到底是不是小花梅 第四 徐州方面为什么隐瞒结婚症照片与铁链女不一致的事实 结婚症照片与铁链女不一致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封县方面和徐州方面均组建了联合调查组 查阅了欢迎登记档案 想必对此事实早已是心中有数 此事对案情的影响可谓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什么徐州方面对此事完全结果不提 理由是什么呢 徐州方面是以结婚症照片 还是以铁链女现实照片为依据展开巡房工作 徐州方面寻找过结婚症照片中的女性吗 事情发展到这一刻 封县事件已经成为了中国网络发展史上最大的独立舆论事件 没有之一 这件事注定将会被无数人从无数个角度审视无数次 咱们上面列举的四条诡异之处 算是这件事情里面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而解释清楚这四件事 将会是摆在江苏省调查组面前的首当其冲的问题 哦 还有个好消息 跟网友汇报一下 从网友林毛毛赵有史的微博上看到呢 两位之前被封县母派出所拘留的勇敢的女网友已经获释 她们的家人已经在去接她们的路上 关于这两位勇敢的女网友呢 我们也做过两期视频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翻开这两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有人问打拐这么多年 怎么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人说对人犯子一律死刑买家同罪 也有人反对说这样就会致被拐的人于危险之中 死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死刑到底是不是解决方案呢 咱们面对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说早年贵州省啊 有个熊孩子叫周西成 周西成读书贪玩 学业废除就去当了没大头病 然后呢 他一步步开始往上爬 爬呀爬就爬到了1926年 竟然就爬成了贵州省省长 周西成当省长当地人 那叫一个悲伤 因为贵州有两个特点 一是贪官凶捞起来不要命 二是土匪猛几百年来没人治得了 这个烂摊子明白人都未必能摆平 来个大头兵那就更没指望了 果然周西成一上任就召集省县官吏 去城隍庙磷磕头 您没看错 就是去城隍庙磷磕头 到了城隍庙 周西成就让省县官吏们一个个上前 对着城隍爷宣誓 表态说坚决不贪污 第一个上前的是独山县的支县张武凤 他庄严的说我向城隍爷发誓 如果敢贪污我就死于九子枪下 第二个上前的是尊一县支县拓则中 他神圣的说我向城隍爷发誓 如果我敢贪污 利剑穿耳便由周县示众 每个人都宣誓完 周西成将他们的誓言写在了纸上 誓师大会就此结束 没多久 独山县支县张武凤 贪污大阳一百枚释发 周西成拿出他的誓言 找了只九子枪 把张武凤就打死了 然后周西成拿张武凤的誓言纸 焚化在城隍爷面前 向城隍削暗 接下来 钻一县支县拓则中 贪污三百枚大阳释发 周西成拿出他的誓言纸 削了根竹剑 贯穿拓则中的左耳 提家戴索开始游遍全省八十一县 才刚刚游了十九个县 拓则中就死的差不多了 周西成把他提留回来 等救活后再说 这么两件事下来 贵州的励志焕然一新 官员其实不怕周西成 也不怕惩罚 但是呢 他们害怕苍天有眼 自己说过的誓言应验 这种心理冲击 让他们魂飞魄散 从此洗心革面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的任性胡来 接下来 是治理几百年之久的匪话 说到贵州匪话 那可是一桩悠久传统 早在大清道光潮 名臣胡连义就在贵州治匪 最终也未能治得了 现在就轮到了周西成了 周西成还是老办法 省县官吏集合 齐步走 去城隍庙宣誓 治匪也去城隍庙宣誓 那这招还管用吗 管不管用啊 咱们看看再说 说到了城隍庙 周西成让官吏们宣誓 然后他公布了一条政策 以后境内 但凡百姓财务遭结损失 先由辖区官吏 掏腰包补偿 等案子破了 再新返还官吏的补店 听到这个政策 官吏们全都惊呆了 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可是他们不敢抗议 周西成这次可是个没文化的大头兵 他人不眨眼 跟他能说的清楚吗 无可奈何 大家是打道回府 回去之后 这贵州就发生了一桩歧视 几百年没人知得了的土匪 竟然全部都消失了 那土匪去哪了呢 周西成虽然没完话 可是他有见识 他太清楚 不过这土匪都是官养的 治不计也是官 故意纵容的 如果没有匪 老百姓安居乐业 官吏们怎么能够混水捞钱呢 现在说周西成 无疑是一种清官情节 落伍太远 但周西成治政 给我们一个启迪 那就是你要解决问题 就必须知道问题是什么 而不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官吏的问题正在官吏 当然要至官至利 匪患问题 看似与官吏无关 其实政洁还是在官吏 官吏掌握着所有的资源 如果他稍微用点心 何之余 局势一坏如四 现在咱们就该想想了 人贩子猖獗的政洁 又在哪里呢 是在人贩子吗 其实咱们都清楚 人丢了这种事 只会发生在我们普通家庭 权贵之家就算发生这种事情 也分分钟能把孩子找回来 人贩子是判死判活 还是判个半死不活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百姓在遇到问题时 是否能够从社会资源中 获得救助力量 如果能 人贩子不杀也没关系 如果不能 杀多少人贩子 也是枉然 周西成治匪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旦你把贩卖人口理解成是人贩子的问题 那么这问题你几百年也解决不了 因为你开错了方 吃错了药 只会越治病情越严重 计划生育问题难度 不知高出 治理人贩子几百几千几万倍 人贩子才几个人 计划生育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传统对抗 可只要一票否决制 照样是通行天下 无所阻碍 怎么轮到人贩子 就让大家难成这样呢 为什么我们要求江苏调查组实名制呢 就是个责任制而已 人的天性对于他人的损伤淡漠 对于自己的损失异常的敏感 贵州匪患再严重 也不敢抢劫官家 所以才会数百年无法消除 一旦让官员承担损失 那匪患立刻就消散无踪 现在我们的家人丢了 我们苦死苦活 他们也没有感觉 最多不过是表示个同情 但如果让警政系统和地方官员 承担相应的责任 来一个一票否决 来一个引咎辞职 你看他们用心不用心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